情侣间肉麻称呼大全 据说不同阶段不同叫法 看看你是哪一款 男女在一起总免不了嬉戏打闹 也免不了甜言蜜语 情侣间相处总会有称呼对方的时候 也会有专属于两人的昵称 而且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叫法 相识阶段 此时两人刚刚认识 彼此不太熟悉还显得有点拘谨 这时最保险的称呼就是 去掉姓直接叫名字 这样既不会显得有距离感 也不会显得太唐突 熟悉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两人爱情的小火花开始点燃 此刻彼此眼里都是对方的优点 恨不得把对方融化 此时两人的称呼多是亲爱的 搭领等等 热恋阶段 这时两人比较了解 而且已经到了密不可分的阶段 两人会揭露彼此的窘势 而且开始给对方起绰号 比如小胖猪 大肥妞 臭猪猪等称呼 而这些看似不雅的称呼 却使两人甜蜜的表现 心灰阶段 结婚是人生的大事 彼此携手走进婚姻殿堂 也是爱情修成正果 此刻两人称呼 大多是心肝 宝贝 摸摸哒等甜腻的称呼 外人虽然听起来 会鸡皮疙瘩掉一地 但是两人却非常享受 为人父母阶段 为人父母彼此的责任 又中了几分 恩爱的生活又增添了乐趣 这时两人精力 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称呼也会变成 孩子他爸 还他妈 分分钟享受 三口之家的乐趣 老年阶段 渐渐的孩子长大 两人也增添了银饭 彼此牵手了大半辈子 到老了 还是互相依靠取暖的伴 两人此时 把对方看得极其重要 已经成为了 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此刻称呼 已经变成了老头子 老婆子 这一个老子 带着无穷无尽的臭腻 我会让她的衣服 或者是一部分